最近社会上出现了好多的视频 关于老师怎么丧失失德 怎么去痛斥孩子等等 有没有这种情况 一定是有的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有没有断章取义 有没有根本不考虑事情的前因后果背景 以及未来的发展 以及对其他人的影响 眼中只盯着自己家孩子的事 有 回过头来 您把我们老师当什么了 我们刚开始很诚挚的说到 我们是你们的同伴 我们也累 我们也苦 而且有的小老师 那刚刚参加工作不久 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他的班级当中 他喜不希望 就别说小老师像我这么样 像我这么大的 那我在家里也是我父母的宝贝啊 那么一样 爱依己心 夺人心 不是说不管这个事 而是越是出事 我们想当事人越是着急 越是生气 越是恐惧 我们越想平和平稳地把问题解决 得云 得云